第一件事就是有些人死過 真是死 他的靈魂出竅 正常來說就是信耶穌就上天堂 不信耶穌就下地獄 這個他控制不了 死就是死 但是有時耶穌給他回來的 也有很多人說的 耶穌說 有時的人會出現說 現在你時候還沒到 他就回來了 這個是有些人的經歷 但是你在祈禱中有這個經歷 你是親近神就沒有東西懼怕的 因為神掌管生命 譬如真的去到天堂 耶穌問你 你要不要回來 我希望你說要回來 為什麼呢 你回來可以告訴別人 你的慈夢提升 如果你即時說我不回來 你留在天堂 你自己享福 不過你的福氣就傳不到給別人了 我希望你如果有機會 無論是你只是祈禱上天堂 其實我認識那些人上天堂 他們沒有說到靈魂回不了回來 就是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害怕的 他們去到都不會說回不了來 希望你們都會說 無論你祈禱或者是發夢 或者是真的有一次有些事情發生 你的靈魂出竅 你的靈魂出竅 譬如有些人做手術 靈魂出竅 你見到耶穌 那你就最好跟耶穌溝通多些 還有記得所有細節 記得所有細節 耶穌你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聲音 形容出來 更加人聽到更加覺得 知道真實 那你也都 如果你有些事情 你是更加想神帶領你 譬如說 耶穌你想我回去做什麼呢 那你就問一下耶穌 那我自己呢 就有些問題想問 雖然我自己很肯定 譬如關於避體 關於千禧年 我到時真的會問耶穌 我也會說 神啊我想你 給我更長的時間 在世上去見證更多 你告訴我怎麼做 我想繼續聽到你的聲音 我會跟他表達這些 那當然 我現在說了耶穌已經知道了 他不用等我的時候 我有這個心 想祝福人神是知道的 所以 不需要害怕的 這件事情 耶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